欢迎锁定6月25号的台式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陈嘉宜 新闻首先马上来关心 连续假期端午发生了两起车祸 在屏东万丹 一台小货车跟双载机车发生擦撞 导致后座乘客少女脑出现 还在医院抢救 家属指控当下货车驾驶只下车看了一眼 也没帮忙叫救护车就教室逃逸 另外在芳辽则是有自小客车疑似车速过快 为了闪车直接冲进余温 驾驶当下被抛飞出车外 没有跟着车子沉没水底 惊险保住一命 家药站旁车辆来来回回 突然一辆白色小客车失控打滑 车身90度转向 穿过家药站掉进旁边余温 没事情不要在这儿走 大批锦销道场 直接小客车整台翻覆 只剩轮胎露出水面 而马路上车壳也散落一地 不只车尾还有车门 都跟车身分离惨不忍睹 疑似为闪避车辆而失控 冲撞加油站附地后 坠入余温 事发在屏东芳辽 当时22岁的红姓男子 独自从高雄开车到屏东找朋友 疑似车速过快 为了闪车冲进余温 当下人就被甩出车外 没跟着沉入水底 保住一命 另外在屏东万丹 也发生另一起车祸 小货车在路口转弯 和一步双载机车相撞 导致两名17岁少女 连人带车倒地 而小货车驾驶虽然有停下来 下车查看 但下一秒居然又回到车上 直接开走 肇事逃逸 在他们车旁边看了一下 就走掉了 过分也没有帮忙叫救护车 他现在就是还处在一个婚女 坐在后座的乘客 夜姓女子摔车后脑出血 还在医院抢救 家属指控肇事驾驶 当下没打电话叫救护车 直接离去 反而是路人担心天气热 帮忙拿伞遮阳 已锁定涉案小货车 将尽速通知车主 道案说明 目前警方已经掌握 小货车驾驶身份 将通知他道案说明 只是现在也查出 骑士未成年是五兆驾驶 也将依法开罚 据友苏世伟屏东报道